警方破门而入一举破破黑帮活动据点 并逮捕多名涉案的黑帮成员 在日前黑帮高调举办春酒引起社会关注后 台北市警察局除了全面进行扫黑打炸气毒外 更发现有两起暴力辱人案件与该黑帮有关 透过专案小组跟兼收证后 3月15号动员数十名干员逮捕8名嫌犯 并破获该分会位于万华的活动据点 查获毒品刀切铝棒等 内政部长刘昌特别前往颁发布案奖金 感谢警察同仁辛劳 刘昌表示近年犯罪形态科技化 诈欺组织犯罪及人口贩运不但挑战政府红线 更是与全国人民为敌 因此他要求警政署加强打炸与扫黑力道 其中在打炸部分 台北市警察局成果封硕 甚至还查扣累积11亿的不法所得 有效压制黑帮企业 现在的一个治安跟犯罪的一个形态 这个都科技化 而且现在最让大家深恶痛绝的 就是这个诈欺的一个案件 那人民觉得生活受到骚扰 那另外这个诈欺的案件也跟组织犯罪 暴力犯罪 甚至是人口贩运结合在一起 这个不只是挑战政府的红线 挑战警方的红线 这个实际上是以所有全国人民为敌 所以这个我也要求警政署 加强这个打炸 跟这个扫黑的一个力道跟动作 就是希望能够让人民 大家看到 这个相关的一个组织犯罪的一个气焰 被压制 不要让老百姓觉得每天都被骚扰 每天都很困扰 然后觉得这个生活的一个权益跟安宁受到影响 我想这是我们警方责物旁贷的一个责任 那台北市呢 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侦办各类的一个诈欺案件 成果非常的丰硕 包括这个有396件的一个破获 然后也这个查处了2941个这个罪犯 另外呢 很重要的是查扣的不法所得 有高达11亿多 那11亿多的一个不法所得 这个就是人民的一个财产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成果 那过去我们在查契的时候 不容易去查到这些不法的一个所得 那虽然查到案件了 但是人民的损失 没有办法去得到返还 那在今年 这个截至目前为止 查契的一个案件也已经有49件 然后查扣的一个金额也将近4000万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台北市行大 所有同仁 大家的一个努力成果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 是肯定过去的一个成果 另外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压制帮派的一个气焰 然后让老百姓觉得 这个生活能够安宁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特别过来 这个向所有警察同仁 表达感谢之意 也表达未免跟肯定 台北市警察局方面表示 警方与黑道帮派势不两立 对于帮派知识绝对零容忍 也呼吁国人如果遭遇暴力胁迫 或其他不法侵害行为时 应该及时报案由警方介入侦办 以避免再次受害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